SBD是来自英国的知名健身护具品牌 是你深蹲、握推、硬举各种重量训练的好帮手 英国制造多项世界专利国际大赛的指定用品 也是全球精英运动员训练必备 保护你的膝盖、支撑你的核心 是你的关节守护神 防疫期间我们握推不握手 在家蹲也可以深蹲救台湾 持续运动提升免疫力 SBD为你撑腰 到SBD台湾官网输入I Believe就可以享受优惠哦 记得一定要用我们的优惠嘛 不要用古矮的哦 一定要用I Believe好吗 备卖星是狗狗使用的心丝虫预防药 可有效对抗心丝虫等四大寄生虫 口服定计颗粒小 好喂食安全性高 两种以上幼龄犬、怀孕母犬跟牧羊犬都可放心服用 备卖星让你加倍安心 嘿 这样也是可以 这样打板没有意义啊 都好了 做的也是 你不是专业的吗 我只是觉得好像要做点什么嘛 就是有一种不甘寂寞的感觉 没有办法忍受自己就是这么的无聊 OK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欢迎来到华语最自由的聊天节目 对已经不想说是访谈了 因为也没有在访啊 对然后一堆人在站我说 Ken你干嘛一直抢人家的话 说没有我们真的就是在聊天 对啊 反正酸民就是 对酸民就是酸民不用管他们 我懂耶因为我毕竟也有自己的节目 所以我 很怕别人不知道对不对 对我跟你讲 等一下要强烈一下就是 我常常有时候偶尔会有来宾来 那有很多人也会骂我说你怎么抢人家的话 我必须要说有时候你知道作为一个主持的host 就作为一个host 你最怕的一件事你 因为你可以感觉到你的来宾快要没话讲 对 他讲话越来越无聊 对 你就会有一个 呼不行我要救 我要救 我要救他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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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以前我不要讲是哪个来宾 以前我也非常有人气的人 那我事前呢其实他跟我讲说欸你要讲些什么东西 他講的 他跟我講我要講ABCD 我想說完蛋了 這都沒有沒有搞頭 所以我就跟他接著說 我就給他一些建議 EFG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更好 你可以講這些東西 我給他一些建議 我覺得也很符合他的人設 我覺得一切都OK 可是沒想到他到了正式節目開始 我覺得他完全忘了 對 他完全忘了我跟他的交代 他也不是故意不要講 我覺得他完全就是沒想清楚 然後我覺得現場越來越冷 你知道嗎 我只要忍不住幫他把 我本來幫他準備好EFG 我跟你講 其實你的意思是 然後就有人留言說 你在搶別人話嗎 對 他就說 我想聽他講話 你怎麼不讓他講 我想說屁 你們才不想咧 對 真的 只要他講出來 你們就離開了 對 因為我都是直播 直播是有現場的real time的feedback 因為我就開始看到有人在講說 我覺得怎麼他好像講話有點言不由衷啊 不太誠懇啊 開始有些負面留言的時候 我心想說 我要救他 我要救他 因為很多來賓 真的不知道自己犯下 正在犯下大錯 我可以舉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曾經有一個來賓 他是一個女生 他要參選 然後 他那個時候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他說 我說你參選 你有沒有什麼你想要表達政見 他說我想要強調女性參政的重要性 什麼什麼之類 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不要 不要講這個 求你 因為 你知道為什麼不要講這個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總統就已經是女性了 我不是說女性參政已經到了非常平等的狀態 要被出征了 等一下 我現在講 整天被人家說 不夠女權 現在還敢這樣講 我現在要講一個非常市場現實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其實是想要照顧他 他是個女生 我想跟他說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總統是女生 你自己去看一看PTE那些酸民 如果有任何人講出像這樣言論的時候 女生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反應都不是很正面的 我認為其實你可以討論一些其他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的風向 我覺得你討論這件事情其實不太安全 我建議你不要 或者是你要講的話就要講得更高明一點 可是我覺得他的論述不夠好 所以我其實 而且他是個很年輕 只有二十來歲的一個女孩子 這樣大家抓一抓就知道是誰了 哈哈 慢一下 慢一下 但我就跟他講不要 後來我也沒有阻止他了 說你如果要 我還是會陪你 但就說我只是跟你講不要 結果後來他果然還是講了 講了以後你知道嗎 果然一片刷屏 全部都是罵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就是警告你了 因為他的聽眾就是一對死亡男 沒錯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我正常的女生是沒有辦法看他的直播的好不好 我跟你說 真的 真的耶 對啊 但是說什麼想要放淡淡在女人的眼睛裡 你好清楚啊 你好清楚啊 女生怎麼會想看這個 哈哈哈哈 可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後來陸陸續續 大概我至少有收到五六個不同的觀眾的來信 她說 而且大部分都是女生 就是她說某一天晚上 她的男朋友或是老公 就強硬的想要把淡淡放在她們的眼睛上 就有樣學樣 而且這些女生最後都跟我指稱 就是這些人都得逞了 我本來還沒做到你知道嗎 這就是你的問題啦 這個英文是不是叫 Teabagging啊 Yes 那我們來再教一下大家單字 我們上禮拜才教了一個單字 叫做Docking Docking 那現在來叫Teabagging Teabag呢 就是茶包的意思 大家知道 那Teabagging就是 把蛋蛋放在那裡 沒有啦 其實Teabagging指的是 指的是放到嘴巴裡面去 因為像泡茶一樣的感覺 但我那個是比較莫名其妙 是我說想把蛋蛋放在眼睛上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她論sexy嗎 她不sexy 她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行為 而且會被毛刺到吧 我覺得大家就是要用那個眼睛或嘴巴 用力的咬一下那個Teabag 看到沒有我還敢不敢放 哈哈哈哈 史上最脆弱 哈哈哈哈 可是我要再三強調 雖然我常常講這個有的沒有的 但其實我非常的尊重 就是我的老婆 像我剛剛所講的 這一切奇思妙想 其實我從來沒有在家裡面 正常的完成過 我老婆說不要 就是你知道 No means no 然後你就尊重這個No 對 我跟你說她其實就是怕女權啦 跟我一樣 對 哈哈哈哈 她就是 她誰都敢 都敢亂講政治不正確的話 她就是女生說 對不起沒事 我真的很支持 女權運動 哈哈哈哈 Well 我們先開始好了 我不要再講這個 不過剛剛講到這個 有人選舉或是 就是要參政 然後來上你的節目 我想要請問一下 你應該接受超 好 你應該就是有過超過這樣的要求 你都怎麼樣評估 誰可以上誰不能上 流量嗎 它是一個多重因素的影響 我舉個例子來講 其實我也有讓過很多 我覺得沒有票房的人來 或者是票房毒藥 甚至也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很好的例子 苗布亞 苗布亞其實 票房毒藥 她在我的頻道上其實是 對 因為都是藝男在看 沒錯 都是一些臭藝男 而且她是在最逆風的時候來 是哪一次呢 是那個時候其實正好是在 同婚 那個時候他們要推公投 我比較說 同婚公投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她對她的背景 有沒有一點 我覺得我應該算很有 跟你算很有是不是 對 因為當時即便是在 同志運動圈裡面 也分成了兩派 甚至可能不止兩派 然後呢 有人可能是支持 我們來 我們就是來搞個公投 又有人覺得說 天啊你不要搞這個 這個沒有用 或什麼之類的 它有各式各樣不同 我不知道你是踩哪一條線 那不能如何 這個苗布亞是推動公投派的 那在推動公投派的過程當中 所以她即便是在 同志運動裡面 可能未必受支持 那在臭藝男圈裡面 可能就是更加的沒有好處 而且再加上 真的嗎 藝男圈我以為大家不care 我跟你講大家不care 可是大家會想到 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Face 因為她一直在推費 因為她在推費 所以她最近比較少講了 但是問題是 她以前有一段時間比較常講 所以大家常會把她跟Face 去掛上等號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她跟我說 她想要推公投這個議題 問我說可不可以上我直播 來講述她的理念 坦白講我知道這一定很挫賽 可是我還是覺得說 這基本上 我先講我個人對於 她推同運公投的想法 我其實非常知道 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我認為 其實大家最終極的目標 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 大家自己在那邊內鬥 分彼此 反正我們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沒有必要互相攻擊 如果有人想要努力 他做的事情 我覺得他比我多了的話 那我就多幫他推一把 所以我抱著那個立場 我就說好 那你來上我的節目 你有沒有覺得聽起來耳熟 對 等一下我們來講 結果果不其然 我說真的 我的那個節目直播上 就是一堆男生在罵他 而且有一半以上 其實是在罵無關的事情 譬如Face 當然有一些 有很少的部分 大概百分之五吧 他可能罵的是 更沒有意義的東西 你就覺得他死人妖 老實講 這很無聊 這很無聊 這沒有意義 沒有監測性的話 對對對 他們就為了發言 其實你剛剛說 那兄弟爬山 大家一起努力 往那方向走 其實就跟我們一直在討論說 台派這個問題 很像 是 因為我們常常會 有一些人說 你們這個角度 可能不夠台派 或者說 你這樣子不行 很多人罵你不夠台 算是中間投入人 就是價值 那我們就是其實 另外一個角度 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Vegan 吃素這件事情 全素 因為很多人會說 你吃的不夠素 我懂 然後可是我的 我的概念是說 我今天少吃一片 少吃一片肉 或多吃一片蔬菜 其實我就已經在 往Vegan這條路上走 沒錯 你有喝牛奶是不是 天哪你落農業支持者 之類的 對 碳排放 碳排放是多少 這樣不行 對 可是我們的理論是說 只要你願意往這條路上走 我們都把你算成Vegan 那我們的台派理論 應該也要這樣 至少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 其實我那時候 其實有點難過的一個地方 你知道我前陣子 我不能講是誰 因為其實會害到別人 但我就有一個 跟大家心目中覺得很台的 那個政治人物在聊天 他就突然間跟我講一件事情說 他就突然跟我坦誠 你知道我這輩子 其實從來沒有把票投給民進黨過 我說 幹你老實 真的假的 超勁爆 他說我真的沒有 但他也投的人 都不是什麼不好的人 但就是說 他只是說 我真的沒有投過 然後他就跟我細數 他每次總統 每次什麼立委 或選人投哪些 我連總統都 對 我就 Holy shit 我當時 但我跟你講 但是我跟你講 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我覺得在很多人心裡面 他比我台大概十倍吧 然後 然後我從小到大 他喜歡吃水餃嗎 沒有 他有沒有開玩笑 我從小到大 我沒有投過民進黨以外的人 我真的 然後我說真的 然後我覺得在 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會突然間對我 產生很多奇怪的一些質疑 只因為我對某些人 其實沒有那麼的兇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覺得他們比較有禮貌 對 老實講 我那個時候 並不是說他講話是對的 我是說 我覺得至少 我覺得我還可以跟他 坐下來講話 因為有些人 我說真的 有時候跟他坐下來講話 我都覺得 哇 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他講 這時候要放一個梗圖 這樣 我不知道怎麼跟他溝通 你知道像東澳正名的時候 其實 我有去幫他忙 東澳正名那時候多逆風 我覺得他逆風的情況 比同婚公同還逆 那真的很逆 對 我去了 我去幫忙 他記者會我去了現場 然後我邀請 我有一整集的直播 我就在幫他講說 東澳正名有多好 大家應該去支持他 我都出到這地步了 但是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發現 台派的人還是私下都在罵我 我就想說 好 不然到底是怎樣 因為你就是在支持一些 跟我們意見 完全相反的人 對 因為有時候 你為什麼願意幫他們講話 嗯 你說 東澳嗎 不是 就是 某一些政治人物 某一些政治人物 會跟你完全顛倒 像誰啊 像誰啊 看說不可以講他們名字 他不要幫他們洗流量 沒關係 你舉個例子 你舉個例子 你可以形容一下 形容一下 譬如說 統派的人 他非常統 統到一個爆炸 的年輕人 哈哈 喔 你說他啊 哈哈哈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從來沒有支持過他的任何想法 舉例來講他的提案 我都是反對的 他也反對我的所有提案 但是我那時候只是在講說 其實我覺得在議會上 雖然我們意見不同 可是我覺得他其實是會主動跟我 就是很 很有禮貌的跟我討論 欸 我覺得我的意見是這樣 我覺得我不支持 或者是 你知道嗎 我覺得 就可以正常人的討論這件事情 可以像正常人的討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什麼不好呢 我覺得這個社會本來就容得下 各式各樣的聲音嘛 我不會不允許他們去講話的啊 只要他們符合規範的話 我跟你講 其實我這輩子 真的 我覺得我很用力罵到 罵到臭頭 就是完全不給任何餘地 大概就只有統促黨 跟王浩宇 然後 哈哈哈 又來了 因為上禮拜四才講過 現在又來了 哈哈哈 我大概就是統促黨 我真的是罵到爆 但同黨為什麼罵到爆 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違法 他們基本上就是黑社會 是幫派 對 我認為今天 你今天你說真的 如果你今天只是合理的上街頭 主張你個人的政治意見 我覺得那是 民主社會的權利嘛 但你不是 你就是黑社會 你用了很多非法手段 去訴求你的政治理念 我覺得這就是不可以的 這個台灣就是不應該允許他們 而且我覺得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警政單位 其實都沒有對這件事情 就是嚴格的看待 我有看到你的那個質詢 那可是 而且我們其實也有上街去訪問過他們 很久以前 我們很久以前 因為他們在西門町那邊 以前都會有一個 我知道 周末嘛 然後他們正對面就是 台灣大旗隊 台灣大旗隊 對 然後我們就 中間那條路成都路 我們就說海峽兩岸就在這邊了 嗯 哈哈哈 其實這也是為什麼 有時候我對他們的某些行為 我也是抱持 不要在灰色地帶的時候 我也是 爭一整理 因為你說說真的 在那個地方 不只是他們 還有大旗隊 他們兩邊 如果純論使用的手段的話 沒有太大的差別 而且一樣都沒有 很多時候 他們都不一定有合法的申請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我只能說 遇到那種情況 就真的是有時候要吞下去 對就有種 就這樣打下去 自己人也會受傷 這樣子 所以 我一直認同一件事情 就是在 呃 表達個人的這個意見的時候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政治人物 譬如像我 或者是 譬如尤其是比較誇張一點 譬如是蘇貞昌 蔡英文好 你越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 你就要越按照規矩 因為你的權力非常大 你隨便 他就像一個巨人一樣 你稍微跨一步 你就踩死很多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注意自己 是不是遵守民主的這個程序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今天你是個一般人 你是個平民百姓 我認為其實本來就應該給他 一點點灰色的空間跟自由 就好像有的人常常會說 哦 那你可以從出堂這樣 那你那些太陽花 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我跟你講 那就是我說的灰色地毯 有的時候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發生管道 有時候我們真的要去抗議的時候 你知道就是 太陽花還是一群你知道 可能有受過比較良好教育的一些年輕人 坦白說其實有一些社運的場合 其實一些阿伯 都會去幫忙 我跟你講 他們其實真的不太知道 怎麼維護他們自己的權益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做出一些 比較離譜的一些行徑 可是我真的覺得不要怪他們太多 我不能用一般的 說你怎麼不守法 他們真的也不知道 他們可能一開始就是因為 不知道法律在哪裡 所以一開始就錯過了 譬如舉例來講 像很多都根案或什麼之類的 還有很多時候 他們常常都是錯過了 申訴的時間點 才發現 我怎麼被騙了 誤上這一船 那時候他們只好用很多非法手段 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那真的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們剛剛 其實我們有個問題 就是剛剛聊到Vegan對不對 對 那你覺得我們台北市的科市長 算是Vegan嗎 你的Vegan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只要 以台灣的 往台灣好的方向走的話 讓台灣 你是指為台灣好 還是台派 還是什麼東西 我不懂 這你要定義一下 讓我知道我要怎麼回答這問題 因為Vegan太廣 超像 我覺得是為台灣好 我認為他心裡面有這樣想 但是問題是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對的 那就另當別論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其實柯文哲 以他的年紀來講 我覺得他可能對於 譬如說 女性 或者是很多性別 多元的一些觀點 我覺得他可能 必然是很缺乏的 他講很多話 真的是很糟 你聽人就覺得說 天啊 你OK嗎 可是問題是 但是你要想他的年齡的話 以他受的教育來說 我覺得他很可能就是 他就很精英啊 他就是預設已經是那個立場了 這個沒辦法 好 我覺得其實我常常會跟大家傳達一個概念 就是說 其實所有的政治人物 他在台面上所有的表現 不是他一個人 而是他背後的整個團隊 他的團 因為有很多議題 我們不見得那麼了解 譬如說以柯文哲來講的話 他可能對女性 對同志 對很多東西是不懂的 他必須靠幕僚 去補足他這方面 譬如說可能有幕僚跟他講說 我覺得同志婚姻 其實也是一個蠻正面的事情 他可能心裡面覺得 幹嘛兩個男的 哦 好噁 可是問題是 他的團隊裡面可能就跟他說 沒有沒有 阿伯 我跟你講 現在潮流就這樣 一定要這樣做 他可能信任他 他就會說 好 那我們就這樣 以前的柯文哲 我相信他本來是一片熱忱 我願意相信他這件事情 但是我認為 當年他團隊裡面那些很好的人 幾乎都走光了 現在剩下一些牛鬼蛇神在影響他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很多事情的觀點 立場 都已經走到了偏峰 已經沒有辦法再信任他 但不是說我不信任他是一個不好的人 而是說他整個團隊就是爛掉了 那為什麼他會留不住這些人 因為他不是一個好的CEO 我覺得其實 作為一個CEO 就是你本來就要解決團隊之間 組織之間的矛盾 因為其實當初呢 柯文哲要出來參選的時候 他的組織其實是 如果有經歷過那個階段的人 我當然沒有經歷到那個階段 但是我認識很多那個階段有在參與的當中的人 那其實可以感覺到就是說他其實山頭林立啦 有來自各方的這個江湖好漢 都想要來幫他一把 有的人就是一片熱血 有的人是屠嬰想要來挖一塊肉吃 這種人都很多 那所以他在慎選 如果是在選舉前 大家可能都好好的 因為大家都是也不知道會不會選得上 大家就努力拱到底為止 但選上了之後 哇突然之間 拿下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於是這些林立的山頭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利益想要取得 然後大家開始產生各種衝突 各種矛盾 這時候呢 我覺得CEO有個很重要的功能是 不論如何 想辦法辨識出可以信任的人 並且解決組織之間的矛盾 然後呢 讓他們變成 這個組織太換成 從一個戰鬥的團隊 變成一個 你知道長久經營的團隊 他要改變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他沒有做這件事 他就隨便 他基本上就是像這些人 在那邊打到頭破血流 看看最後像戀骨一樣 看誰能活下來 那能活下來的 這個說法很好耶 戀骨 對 最後活下來 當然都是牛鬼蛇神 你知道那些 其實那種像小白兔一樣的 那種純潔可愛的年輕人 基本上就 就死掉了 就死了 就被打死了 就被打死了 這就是一件很可憐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克文哲 自己必須要去反省的 所以你看 時過經千到了現在 我必須要說 當年他的團隊 其實有很多 我個人覺得 其實蠻值得敬佩的人物 但是現在 他如果今天 他今天 像去今年的選錢 他其實也登高一呼 什麼海選 老實講也是來一堆 亂七八糟的傢伙 不過坦白講 我覺得他有一個 還不錯的地方 有一些真的很恐怖的人 我本來很擔心說 天啊你不會真的要用吧 結果後來也沒用 我心裡想說 你還有點底線 還是有底線的就對了 像那時候有一個政治人物 我也不要講誰 大家自己去猜一下 有個政治人物 那個選錢 到處跟克文哲貼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 克文哲說要阻擋 他一直站在他旁邊說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一直很明顯就是在貼 然後他一直說 我願意代表民眾黨去出征 但最後呢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人鳥他 然後他又黯然的說 我可能要回國民黨好了 他最近又在放風聲的時候 可能回國民黨算了 我心裡想說 可能啦 再喝一下再喝一下 哈哈哈哈啦 嘿嘿嘿嘿嘿嘿 很敢講啊 哈哈哈哈 那真的很敢講耶 好那我們來走我們的流程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嘿那個凱莉說他 他常常看到你去滑雪對不對 沒有啦 因為每年眼球的那個春晚都有邀請你 我都在滑雪 你都在滑雪 对 连续两年 其实我也是连续两年 没有去眼球的春晚了 因为我也都在滑雪 我有看到你滑雪的照片 而且我好像有看到你影片 你好像还算有点厉害 我蛮强的啦 那我想问问 对啊 我们中学期只是为了滑雪 都滑什么线 什么颜色的 其实我跟你讲 等一下你是滑雪板还是雪橇 雪板 我记得你也是snowball嘛 对对对 可是你这个年纪这样耐摔吗 可以吗 你要不要该换一下啦 我通常来说 大家都会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年纪大要改换雪橇 因为摔得起来 比较不会那么严重 但是我其实在日本的雪场 我偶尔还是会看到一些 可能六七十岁以上的偶基上 什么护居的煤袋 直接从山顶上冲下去 我那时候有个感想是这样 就是其实只要技术够好 就没事 所以我要必须要在六十岁以前 想办法让我进入到那个 那个技术够好的那程度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以我现在的程度来讲的话 我还是时不时就 整个这样 翻几圈 对翻几圈就飞出去 那我懂了 我先讲啦 就是说 因为我个人现在 我个人自认 就是说我现在对 不管是什么样的线 我都能够算是能够操控 可是因为我个人非常怕高 所以你知道有些黑线的 那个抖度 抖到我 看到就脚软 所以控制力会变低 因为你知道你 你一紧张 没有办法战胜心魔 对 你的肩膀会僵硬 你肩膀会僵硬 你就转不太动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姿势一看就可以感觉到 已经僵了 已经僵了 没有啦 其实 不过这讲起来就是说 有可能是妖力的问题啦 我只能这样说啦 也是有可能 你真的是 干嘛一直这样 他刚刚竟然就说我胖 你知道有一个叫 滑雪老司机的频道 就专门在滑雪的 然后 然后他其实今年的雪季 其实就邀我说 要不要来去 因为好像都在白马吧 然后 然后他就说 我要不要来白马找我 我跟你讲 我去包一台直升机 我们一起上山 我要去 我要去 直升机的话就是 你知道都是野花 就是他不是走正常路线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就说 这可以吗 我等机可以 你说你跟着我 没问题啦 你不要相信 这种人讲的话 我整个吓到 结果我后来回去 跟我老婆讲 我老婆就讲 No No fucking way 绝对不允许 我跟你说 你找那种很强的人 很强的人 跟你说 这没有问题 你跟着我就对 他绝对不会 他不会停下来等你 因为那个松雪一停下来 我知道 他就出不来了 对 他不会等你 他说 Bye 卡在那里 要雪难 真的是 滑雪要小心啦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你每次现在的直播 你都有在 做成podcast吗 其实 没有 他就只放一些旧的啊 你为什么都放那么旧的 你是瞧不起我们这个领域 没有 不是这样说 我其实是这样 对我来讲 podcast是 因为我有些观众 他们 如果他们今天有 付YouTube premium的费用的话 就会关掉听这样 他其实就可以在背景去听 然后也可以下载 他可以有任 因为我其实有些观众 的确有跟我说 譬如说有像外导 在当兵的 他说有时候 他可能想要在战绍的时候 就偷听我的这个直播内容 可是问题是 他没办法及时的听嘛 所以他一定是 要下载下来 然后存放来听 所以他对他来说 以前是在 放在YouTube平台上的时候 其实是很麻烦的 所以我其实是为了服务一些 像这样比较特殊的观众 因为我必须坦白讲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把我最新的直播内容 全部都放到Packet上 但Packet本身 又没有商业的 可行性的话 那你知道 我的那个直播的流量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没关系 下次请他们来听百灵果 反正我们在Packet上有赚钱 所以我们OK 没有啊 可能流量不够 这时候就来来请教一下 请问一下你们所谓的 营收到底是怎么样来的 其实通常营收两种嘛 一种就是做那个订阅制 然后我们不愿意 所以我们不想要 我们不想做 我们不想让那个付几十块的人 在那边嘴我们的内容是怎样 所以我们做的 其实就是很 就是做商业合作业配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会有 口播的广告这样 所以大家我们现在听众 如果有在听 那一开始你应该会听到 贝卖星 今天是贝卖星吗 应该是还有口播贝卖星 对 贝卖星是 贝卖星狗狗的心思虫预防药 哦 贝卖星让你加贝卖星 因为我是猫派的 所以狗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 哦那所以贝卖星 就是一种治疗狗心思虫的 预防药 对 那听那一定是非常的优质啰 真的非常的优质 你是谁 只要任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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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唱你超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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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是每个月狂下 就几万几万一直下 然后固定下 你这样数字讲都还ok吗 我说几万 几十万 哈哈哈哈 再加一个零好了 再讲一下 那你现在当议员 其实上班的时间 大部分是几点到几点 我满好奇的 我跟想 只要任何人问我说 欸当议员忙不忙啊 我都会跟他讲 议员这个工作 可以忙到死 但是也可以什么都不干 闲到发慌 没有他没有标准答案的 因为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今天早上九点钟 我先去参加一个审议会 那审议会是专门在讨论 就是这次审议会的内容是 在讨论 虎林街的一个都庚案 是否要继续进行 但是那个其实呢 是主要是当地的地主 就虎林街那个都庚案的地主 跟实施方 建商他们在 还有跟这个都市审议委员会 在讨论的一个场所 其实 并不会有任何人邀请议员去参加 但议员可以去主动参与像这样的活动 那我会去主动参加 一定是因为有人跟我哭诉说 我们遇到了好可怜的事情 有人欺负我们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伸张阵营 我们就像是披着披风的超级英雄 自己觉得 对对 可是有时候 有时候其实有一点点这个味道 就是你必须去表现 有时候你的presence 你的存在 你的出现本身 其实就代表了某种力量 所以必须给某些人支持 让他知道什么 就是这种场合 这种场合我可以不要去 如果我不要去的话 我就不用今天早上 可能7点半就要起床 然后赶着9点要去参加那个会议 但是问题是呢 因为我选择去了 所以我就得7点半起床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懂 然后10点钟 10点钟我也可以 那9点钟假设我没去好了 10点钟接下来是民政委员会的 民政委员会的这个内部的一个会议 这个我一定要去吗 其实也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法律规定 我非去不可 而且也有些人 可能这些委员会 他去签个名 然后在那边坐一下 然后呢 因为他们一定都会发一些便当 什么之类的 拿着便当 就尿顿了 就走了 议员也需要去拿便当 我跟你说 很多人会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哈哈 但不重要 但其实这个 讲到便当 它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传统 就是因为以前呢 其实在委员会在开会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午餐 就会提供便当 开会开比较久 午餐就有午餐的便当 晚餐又晚餐的便当 一直给一直给 那那个时候 其实以前没有任何规范的时候 所以很多这个市府 他们是的人员 他为了讨好 这个议员 让他们觉得心情很好 然后就给他买很高价的便当 然后或者是给他一些下午茶 点心 高价是大概多高价 就没有上限 以前 我先讲那是很久以前 那等一下以前是多久 十年 maybe十几年前吧 十年前了可能 然后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上限的 然后那个时候 后来就有一个记者 就发现这件事情 不忘了是自由还是之类的 他就爆料 他就说 这些议员啊 市府啊 浪费公堂啊 然后专门请他们吃这种昂贵的便当 然后讨好他们 算是变相在买票 因为他们吃饭吃得很爽 然后说 这个便当这么高级 然后 接下来可能省预算的时候 就变得比较随便一点点 所以后来最近这十年 就 因为被上报了之后 所以现在有一个规范 就是便当不可以超过120块钱 120块钱跟便当就变得很平民了 对啊 对啊 以台北市的角度来讲 是啊 很普通 真的是很普通 对 就是夹鸡腿 所以现在就没有那么 以前我们会觉得 哇好棒喔 可是还是要拿啦 哈哈哈 还是有人拿吧 没有就还是蛮多人会拿 我不知道 可是我跟你讲 他们其实来一下 是因为 呃 开委员会是有钱的 嗯 因为很 是算时薪吗 这样子 因为议员的工作是这样 就是说他每个月固定会拿一笔 大概12万元左右的 有点像是 他不是叫薪水 因为我们没有薪水概念 他有点像可能研究费啊 或是 你活动费 或什么这些东西 他是直接发到你的户头去 这是一定会给你的12万 但是问题是呢 你每次开会 大概会再给你大概2000多块钱的 这个开会费 也就是说你有来开会 跟没来开会 其实会少很多钱 那如果今天是 譬如像我们现在4到6月是 呃开议期间 嗯 全勤了的话 一个月通常 你大概就是加几 还会再拿到6到7万左右 所以你就会12万 上去都可能到18、19万 所以就说其实价差是蛮大的 对啊 所以你有来开会 嗯 没来开会 其实还是有差别 只是有些人可能来签个名 就 然后就跑了 然后就可能去参加什么政论节目 你就接下来就 中午的时候 你就突然间 因为我们会订阅很多各种新闻媒体嘛 就发现新闻媒体 那个有一个小铃铛 突然间叮了起来 刚刚那个跑掉的人 怎么在参加政论节目 欸奇怪 可是他便当拿走啊 便当拿走啊 哈哈哈 结果到那边 还在拿政论节目的便当啊 到底需要 到底需要拿多少便当 哈哈哈 也太喜欢吃便当了吧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觉得当议员这件事情 因为你以前 并不是从政的嘛 那你觉得当议员 门槛高不高 Learning curve 够不 有没有很懂 对啊如果我今天 已经选上了 我明天就要去 跟你们一样入议会 可以吗 很难吗 我一向都有个观念 我非常的 我一向 我不能算是经验无用论 但是我一向非常的 不认同 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对经验 那字怎么讲 overrated 就是对经验是overrated 高估 对高估 高估经验的价值 因为我觉得在我职场上 大概可能十五二十年左右的经验 我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大家说很难 哇这需要很多年经验的工作 但如果遇到一个态度很正确 而且非常聪明的年轻人的时候 他有很高的机率 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立刻上手 根本不像大家讲的一样 就是哇这个老马 需要什么十年的经验 我才能够驾驭 没有很少有这种 非得要靠经验才能够驾驭的工作 因为真的你够聪明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其实很快就会找到事情的诀窍 而且有可能会做得更好 所以我比较在意的是 工作的态度到底好不好 那我觉得其实 市议员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开始一定会有很多不懂 但是不懂你要怎么办 你要解决问题 就像你在职场工作的时候一样 你有时候老板突然跟你说 帮我写个企划书 当然你也可以说 老板我不懂怎么写企划书 你可不可以教我 手把手的教你 可是我说真的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我认识那很厉害的工作人 他如果真的遇到不会的问题 他当然会问人 可是你这很多时候 他会自己先解决问题 你知道吗 现在网络上 尤其是现在网络上资源这么多 你Google一下 企划的基本的规格 你就会找到很多范本了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去看很多别人 怎么写的一些经验 你可以读很多书 很多的文章 甚至可能还有YouTube影片 教你怎么写 你只要多多去研究之后 你马上知道重点在哪里 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议员也是一样 可是会不会议员 比较需要会愿意放弃一些原则 才有办法达到一些事 我觉得议员要做得好 其实跟你对 我觉得不能讲说 工作上的能力 工作能力我觉得是很容易 就可以驾轻就熟了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是面对你 你到底能不能够处理 人际之间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 你没有办法学的 有些人就算是 二十 四十岁了五十岁了 然后 他可能还是一样搞不懂 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你说像市长这样 Yes 因为人的问题永远是最复杂的 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让 知道这个问题 每个到底在哪里 你像商务谈判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大家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然后取得大家 最后的一个折衷点 我不需要坦白讲 因为我参加过 非常多的协调会 协调会可能就是 比如说有一个市民团体 他觉得对某件事情 要非常的不满 他觉得他家被操了 他很不爽 然后他要来抗议 然后另外一边呢 可能是市政府 可能或者是一个 邪恶的建商 whatever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反正是那协调会 就是我站在中间 我帮大家协调说 不要吵不要吵 我们看得怎么样 但我通常可能是 接到市民的请托 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市民 可是我必须要坦白讲 虽然我是接受市民的请托 但很多时候 其实我很快就会发现 其实市民很多 他们真的想要诉求的点 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他以为是这样做 但其实不是 而且我发现 常会有很多市民 他会跟我说 我跟你讲我对这个案件 我研究了非常久 我读了很多法规的书 我认为其实是怎么样 一开始我很菜 我都会觉得说 你们都说你们研究了很久 所以你们讲的一定是对 但是我隔天一定会被 其他专家打脸 你说你研究一个晚上 就发现他们不对 对有的时候 我自己研究会发现不对 有的时候是我 我一时之间没有去自己研究 我第二天带去给别的这个 可能跟市政府等讲说 我昨天听他们说 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搞 突然间市政府回应我 所以我发现市政府 他们讲好像有点道理 有点被反打脸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其实我觉得 很大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你能不能 其实去感觉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其实 大家虽然表面上 会说一些事情 可是有时候会驱动 我们去做事情的理由 并不见得会在 他们的行为当中 被表现出来 能不能找到 大家真的想要的那个东西 譬如说让这个 正在发脾气的人 找到一个台阶下 让他觉得有尊严的 可以获得一个解决 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曾经也遇到 这个有市民 然后跟一个建商 两边在吵架 那我觉得建商 当然大家都会觉得 可能是比较邪恶 有钱人 然后他们想要博取 很大的一个利益 的确在这个案件里面 我们觉得他有一些 可疑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现场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到 他之所以不愿意 有说妥协 是因为他觉得 他自尊受损 因为他觉得 他的专业不被尊重 然后呢 而且他其实是 因为对方可能 就突然之间 对方骂了一句 什么三字经 他觉得说 我就不堪收入 所以他死就不肯 立场上有任何妥协 已经不是在于说 他愿不愿意付钱 愿不愿意讲道理 而是在于说 他需要一个台阶 你如果能找到 他背后这个动机的话 你不要让他们再吵下去的话 其实这问题 就很可能会有一个解决的方向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就是谈判的技巧 因为你在谈判 你就要找到 人家后面的motivation 是什么 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可以很好谈 但这东西我必须要说 这是因为我觉得 做得好跟做得不好的时候 很需要的一个能力 可是这东西 我觉得有点难教 对啊 像我看过一本书 华顿商学院的 那个什么 谈判的课程 反正像那本书 大家都有 对很多人都有那本书 对不对 但没有大家都学的会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他其实里面写的东西 我都已经觉得很具体 他们不是写一些很抽象 说你要聆听 要什么的 那是很屁的 就是抽象的 没有他写的已经很具体了 而且很多人家里都有 在我那个年代 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 可是我真的觉得 他还是没看懂他的意思啊 嗯 我觉得跟人跟特质 也是有关系啦 所以这没有办法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 因为像 像我以前有想像过说 欸如果从政 我是不是可以为台北做什么事情 为台湾做什么事情 可是会不会 其实到了那个领域里面 你就发现 其实你很多 原本想像的价值 是没有办法 落实的 就像谈判的过程中 你可能要 舍弃一些 你原本坚持的东西 没错 你要不要跟恶魔打交道 要不要出卖灵魂啦 我自己是觉得 我到现在我没有 我自认我没有跟任何的恶魔打交道 因为我的处理方式就是 如果 但是我必须说有一些事情 你会很快就发现 其实你做不到 嗯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其实很快的事情 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巨弹这个事情是来不住的 哦 我其实有曾经解释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今天有反对巨弹的一些市民 然后或者是 一些利益团体 也有一个叫做建商 我希望赶快把它盖好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市府方 市府方 市府方对市府来说 它其实是 巨弹算是它的一个业绩 对它来讲 这东西盖好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三方角力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个隐藏的因素 就是市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比如说如果 因为其实我觉得 今天所有的政治人物 比如说你代表市民的那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 呃代表这个这个 这个营运方的这个 这个市府的这个角色 他们其实会受到 选票的影响 比如说我今天会决定 要做或不做一件事情 一定是因为突然发现 很多这个社会上的人都反对 或者都支持 所以我们立刻改变我们的意见 可是 我们来看巨弹这个问题 市民真正的 对它的想法是什么 我认为其实台北市民 绝大多数的人 其实对于大巨弹到底是好 是不好 他们其实没什么概念 他们不晓得 但他们只觉得 这东西不管是要盖不要盖 赶快有一个结论 对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意向是最重要 大家希望赶快有一个结论 好了 这个时候就很重要的来了 建商我们先假设 他是邪恶的一方 我们都不要管他 那么 市府方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如果今天市府方 他的态度是跟建商 站在一起的话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 已经是没误解 嗯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你是没有办法拉回来的 我必须要说 其实我在巨弹处理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人 有一些政治人物 其实都会骂巨弹骂得非常凶 在这个立场上 踩非常非常的硬 可是坦白说 我认为其实这件事情 我后来都不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的原因是 我一开始也会吵 但我后来觉得 没有意义的地方是 因为我觉得那个只是表演 因为实质上来讲 你骂得越凶 其实你就是市府 就是走得更远 他就会跟建商走在一起 因为对于 你那边比较暖啊 对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今天你要想 他最终的目的 都是选票的情况之下 今天如果他发生一个状况是 因为他一直被议员骂 于是他跟着议员的方式去做 好那我们不要盖了好不好 我就听你的 那得出这样的结果之后 其实这个议员会得利 他会得到选票 但是市府就像是我只是 被被动的去完成了某件事情 他没有得到最大的利益 但反过来讲我刚刚有说了 其实大家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赶快一个结果 对 不盖还是盖 那对市府来讲 如果盖跟不盖都是一个选项 盖当然是最简单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不盖的政治后果才复杂 而且其实得利的不是他们 对他们来讲 他们盖完 然后变成一个业绩之后 这才是他们真正有利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很快就发现 整个这个局势的人 不管是反对方也好 还是支持方也好 其实都只是在演戏而已 大家只是在做一场戏 所以我对我来说 这件事情已经变得 非常的没有讨论的价值 他们已经就是要 你根本就是一台火车 他就是往前冲 你在后面是永远拉不住他的 你就算骂得很凶 也只是一个表演 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决定 不要花太多力气在上面 但我不花很多力气在上面 不表示我不理他 因为我就反过来 我就想 我最后还可以做什么 就消防让他做好一点吗 这部分 还是消防那个也没有 那我们也刚看完那个影片 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但是对我来说 现在比较重要的是 因为我觉得当初他的合约并不合理 因为举例来说好了 其实这个会给远雄集团 带来非常大的商业利益 但实际上当时签的合约里面 他并没有任何权利金 或任何的超额利润的回馈 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那我觉得至少这个合约要重弹 然后呢 然后 并且他对当地居民所造成的 这个交通跟生活上的冲击 必须要有所补偿 我觉得这几件事情有做到的话 因为我就说了 这个东西我根本不认为 他有任何挡得住的理由 你骂得再凶弄一样 所以那我们就反过来讲 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我觉得会远比 远比去阻止他更加重要 就这样 来 这个 我觉得说的超好的 那你觉得你跟苗伯雅 谁做的比较好呢 直接 直接来 喝完酒直接 我先讲 可以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我觉得 我有一个助理 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每次我只要一觉得紧张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要质询 要做一些工作的时候 比较没有不熟悉的事情 我就觉得害怕 开始紧张的时候 他就很喜欢在那边拥抱我 他是个男的 他就说老板不要怕 然后就从背后这样抱住我 他不知道这样抱住我几十遍 我每次都说不要闹不要闹 烦死了 你这样让我觉得很痛苦 他还是要抱我 他像个这么暖的一个家伙 你确定他是暖 最近有一句流行话叫做 在渣的男人 直肠都是暖的 直肠 直肠都是暖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他 从 你要讲那么清楚吗 好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体内啊 对体内 重点是 重点是 重点是他就曾经跟我讲说 我觉得苗白亚资讯比你强 哈哈哈哈哈哈 他抱着你的时候 从后面抱着你的时候 告诉你 苗波亚比你强 哈哈哈哈 在耳朵旁边那样 哈哈哈哈 吹一下耳根 当然是在不同的时机点 还有龙根 哈哈哈哈 吹一下耳根跟龙根 哈哈 当然是在不同的时机点 OK啊 但是说的问题是呢 我就说了其实 我必须要说苗白亚有些时候 我是真的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 很优秀的一个人物 让我觉得在他旁边 我都会觉得非常的钦佩 我甚至有一次其实怎么住 就跟我的团队讲说 欸我觉得 因为曾经有时候 我跟他一起开会 他给了我一些非常聪明的意见 嗯 那我这个人向来非常的迷恋 聪明的事情 我就说欸怎么办 我都快要被他迷倒 就有一种 跟他讲话的时候都会觉得 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爱言 好爱言 不愧是剧团出生 对 对对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挺不错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 嗯 我还是自认我有些比较优秀的地方 哦 like DJ 我必须要说 选老哥 嗯 选老哥 他跟我真的不懂 我不好 我不好 这有点微妙 接下来会牵涉人性的部分 哦哦 哦 对 就是说 我认为啦 嗯 哦 哇这好难讲哦 我先讲 我真的是 不是要 因为这东西不好比较 就是能力的事情 你觉得你比较古道热肠 因为再渣的暖 哈哈 男人 直肠都是暖 哈哈哈 你觉得女同志没有这么暖 哈哈哈 你同志也是有直肠吗 哈哈哈 哈哈哈 比较少用到 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啦 我是真的觉得是说 我自认啦 就是说 我我比较会做一些比较笨的事情 就这样 然后 对 有时候我去 其实有时候看他在旁边做事情 做一些选择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 有一些让我很敬佩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他常会做一些非常厉害的政治判断 嗯 但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太过厉害了 哦 就是代表他的算计太清楚 脑袋太清楚 对 这不是呱吉讲 我知道 这是我讲的 哈哈哈 没有因为你就是一个古道热肠 有时候就是 就性情中人 好像就没有用脑 然后就po文了 就是 我其实是有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很多事情 我不是不知道后果 但是我心里就是觉得说 该做的事情就要做 该做的事情就要做 然后该说的事情就要说 所以我不会去想这么多 但有时候我看他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感觉是 他真的 他很知道怎么样做是最好 嗯 哦 所以来同婚公投也是如此吗 哈哈哈 你真的很坏耶 哈哈哈 哈哈哈 瓜子 是不是要剪掉吗 哈哈哈 不用不用不用 我觉得我只能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 就是 我觉得他很多事情 他都想得很清楚 就这样 嗯 Yeah I agree 所以 就是这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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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让他无语 好爽喔 好爽喔 瓜子的直播可以这么安静 等一下 可是我说 我真的很喜欢他 好 我也很喜欢他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看你们两个 在质询的时候 真的是大快人心 就是有用脑啊 对 对啊 不会说上去还要唱歌 不知道在干嘛 不知道在干嘛 你觉得你会有一天上去唱歌 会不会是你那个 要离职的前一天 你的那个质询就上去唱歌 对啊 拜托你上去唱歌一下好不好 我有想过欸 就是说 就是想说我要离开的最后一天 来唱个黑珠的之类的 我觉得黑珠 这首歌很有 好老啊 真的是老歌王欸 欸我觉得黑珠一直有一种 很像离别的时候才要唱的歌 是是是 设上最后祝福 是老人的爱唱的歌 哈哈哈 对对 那你在当议员过程 你常需要上酒店吗 我没有啊 反正当议员我就不去了欸 哈哈哈哈 当YouTuber才要去吗 没有啦没有啦 我说真的 我大概十几年前 我还在游戏 十年十五年前 十年到十五年之间啦 我在游戏的时候 我那时候算是中高阶主管嘛 所以常常应酬的时候 是必须去酒店的 我知道台湾最高主管啦 就有一阵子 我其实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 哦 那就是老板很爱去 然后我就是负责去 就是让大家玩尽兴的那种人物 偶尔要采义渔青一下啊 然后呢 负责在大家喝的东倒西外的时候 去结账啊 付钱啊 然后把他送上机车啊 然后机车上都有别的小姐啊 各式各样啊 把他们框这样子 对对 要处理一下 小框还大框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做八大的 行业的 有上我们节目 有一些术语啦 了解了解 他一定懂啦 就是基本的一些事情 但是有一天我老婆突然这天 我会跟我老婆说 其实不好意思 我今天要去应酬 因为我都会跟他讲 要去应酬 要去酒店这样 然后我老婆就说一句 其实我很讨厌你去哪里 然后我就想说 我老婆要生气了 所以我后来那一天 我就 那个我的老板 那一天我就跟我老板 就是一起坐建车 因为要喝酒嘛 但要玩 所以大家是没有开车的 然后到了那个酒店 那个酒店是 东区Luxy楼上的丽园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就是那个地方 你们知道啊 那边很多高级酒店 对对 高级的 然后 诶 你居然知道 我知道啊 因为要去夜店的时候就看到 年纪比较大 就搭另外一个楼梯 然后年纪轻的就搭 搭另外一个楼梯上去 很明显 然后看外面的车 那个接送的车就是不一样 才不是一些屁孩可以坐得起的 然后就是送老板去那边的时候 然后结果呢 他一下车 然后就把车门关上 我没有跟得下去 然后我就跟他挥手再见 老板就这样 你干嘛 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老婆说她不希望我再去 我直接就这样 我老板还在后面骂说 等一下邱惟姐 接接接接接接 然后我就直接说 赶快把车开走 这么帅气喔 对啊 那是我最后 后来就是真的是最后一次去酒店 我就没有再去 所以议员反而真的不太需要去 没有没有 还看什么 我跟你讲其实没有人敢约我去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我有一个感想 就是说 怕直播讲出来 对他们很怕我是一个什么都会讲出去的 但其实还好 很多秘密我真的都没讲 哈哈哈 但是 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我酒店是真的不会去 因为我个人是 你知道吗 我有一天半夜 就只是上班上的比较晚 十一二点 然后我想去那个 那个不是中央东路 那个那个叫什么 呃 吃刘妈妈凉面 你知道吧 在那个市民大道 对 吃刘妈妈凉面 然后我就吃一吃 然后第二天我在报纸上 苹果日报 我就看到一篇报道说 呃 台北市议员邱惟姐 半夜一个人孤独熄面 我心里想说 三小 这很重要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西面 哈哈哈哈 又我也不是带一个 什么小妹妹在旁边 我就是一个人 她说我半夜一个人孤独熄面 啊不然是要怎样 我就下班了还没吃饭 自己吃饭 所以他们的报纸都会派人跟着你吗 还是刚好有人投书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毕竟所谓的新闻记者摄影啊 或者是大家讲说可能那种 狗仔跟拍或什么的 他人也不是无限的 台北市光议员就有63个 你还不要提说各种各式各样的社会名人 然后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也是超多的 对 现在还有comedian 柏恩 坐公车 报爱 对 还有不同的hotel前面可能都要放一个来生 哪那么多人 其实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时间去跟的 所以绝大多数 他们可能偶尔他们可能就是 他们的人力一定是 第一个会安排的就是 最近正好他们接货爆料 譬如说某某人 有人跟他们讲说 我跟你讲 谁谁最近在乱搞 然后他们知道了 我说觉得这个消息可靠 于是他们就开始去跟拍 然后剩下有剩余的人力 他可能就也许是总编 就觉得说 那不然你看一下那个谁好了 看看有能撈到什么 但是也许没有 他可能过一阵子发现好像没搞头 他也会放弃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一阵子我是真的蛮常被拍的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必须要对这件事情有所警觉 就是其实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你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注意到 有在被跟拍 所以我们常会看到有些很白痴的政治人物 都以为说 自己是无敌之身 自己还可以是 像普通人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其实是不可以的 我觉得做政治人物 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 就是说 从此以后你就不再是普通人了 像我觉得像之前那个 你叫什么 张 张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最近发生的就是 不是张铁智 不是不是 谁张铁智 张铁智他哪有什么问题 而且张铁智他算是文化人 对 也是政治人 对 文化人物他就算是他妈搞了三个小女朋友 没有人会在乎好不好 有人会在乎吗 我不知道 你讲的可能大家就开始在乎了 可能没有人在乎 但我要笑死了 哈哈哈 然后我要说的是 张铁智吧 张铁智 张铁智 张铁智他其实不是就是有发生 就是他人家抓到他 他跟一个年轻的女生 那个女生也算是一个政治人物 但只是都没有真正选上 可是他们去开会而已啊 哈哈哈 华智Motel 对 耶耶耶耶 他们去开会 我其实看到那新闻的时候 我就 因为他们有讲说 他们可能有一些什么 在他们的IG 还是Facebook上 有了一些暗示 互相示爱的一些桥段 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段落的时候 我就有个强烈的感觉是 他们居然觉得这是没问题的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表示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不见得是不好的人 但他们完全没有做好政治人物的心理准备 因为作为政治人物 就是要放弃所有这种 可能会被人家发现的蛛丝麻迹 因为你们已经被放到太阳底下 仔细的用放大镜 一根一根毛的在看 对啊 结果这时候你居然还觉得 你可以在IG上面写一首情诗 然后呢 去暗示你有其他心中真正所爱的人 还有他的对象的名字的各种关键证据 我傻眼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看纸牌屋里面的政治人物 都做得多精细对不对 对 这台北市的这些家人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没有想清楚 你知道其实我说真的 我自己 我也觉得我自己不是什么圣人 我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亦难的想像 对 亦难的想像 但我现在是真的非常的 就节制了非常多 就是很多 很为邦不入啊 你有听过这句话吗 我懂 像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有一次 我有一个朋友 真的是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他去 他开了一间酒吧 叫贵公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在台北市算小有名气的一间酒吧 那个酒吧刚好就开在林森北路 跟明森东路交叉口的附近 林森北路那一带 很多酒店嘛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他那个贵公子刚开幕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诶我的店刚开幕 你要不要来我这边喝一杯 我就说好 我就去喝 我就在那边喝了两三杯 然后满脸通红醉醺醺醺醺的走出来 然后那时候呢 就想说找一台计程车 然后我要回家 然后我就诶 诶 计程车 然后我一上计程车 然后那计程车声音就说 诶 你不是议员吗 我心里想说 卓塞 这里是林森北路 哈哈哈 他说你刚喝酒吗 我心里想说完蛋 他一定觉得我是在那边 哈哈哈 搞三年七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可怕 我现在想要跟那个建车司机讲 我真的没啦 他就贵公子 我就贵公子 哈哈哈 哈哈哈 这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哈哈哈 听得像牛郎店 对啊 哈哈哈 那你在当成政治人物之前 你对政治人物 有没有一些某些偏见 然后在你变成政治人物之后 那些偏见有被 扭转 扭转或者说 诶 真的这些偏见是 真的 嗯 我举个例子好了 其实像我觉得 以前我们可能会 对很多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就保持了非常负面的一些观点 嗯 那有的时候我其实很 直接的跟他们接触之后 其实我发现 他们真的不是不能沟通 嗯 他们有一些可 可以交谈的地方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贵公子哪些女生不错这样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举个例子来讲 哈哈哈 像我个人其实就 还蛮喜欢巧心的 巧心我觉得也是属于那种 非常聪明的人 他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他也都有 非常清楚的一些打算 那够聪明为什么不离开呢 但是 我觉得他有一些 他在等上面的人凋零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其实 你知道因为 他在等武汉肺炎的 一定在清算衣服 哈哈哈 就没想到台湾防疫柱子嘛 对 所以他在 他不喜欢时钟 哈哈哈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是 就是像我有一次 就是跟他 呃 那时候我想要成立在台北市议会的性贫连线 就是 就是性贫连线就主要在讨论就是性别啊 性别平等啊 然后 这个同志啊 各种相关的一些 这个平权相关的一些议题的一个 连线 就大家一起在这个议题上共进退啊 一起推一些法案啊 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我就有找巧心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算是进步派吧 不管怎么样 那时候想说各党派都要问嘛 你不能只问 我只跟民进党问 这很奇怪 所以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参加 那国民党也 我有去列了一个名单 就我觉得 比较像进步派的都有去问 但很多人其实都拒绝 拒绝也就是讲了一些 啊 什么不方便 各式各样的理由 但只有巧心一个人 他说了一个理由 我觉得非常好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其实很支持你们的想法 但是我不能加入 我不能加入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你们这个 这个连线里面 很多成员 他都太过 在这社会的那个印象 大家对他印象都太过平板 譬如说苗伯雅 苗伯雅在这个连线里面 他就说 如果我今天加入了一个连线 是苗伯雅也在的 然后呢 我今天路上遇到那些婆婆妈妈 他们就跟我讲说 啊 你怎么会去跟苗伯雅 怎么混在一起 他们就会骂我 然后我跟他讲什么话 他都不会听了 可是如果今天 我没有加入你们这个连线 然后我在路上遇到一些婆婆妈妈 他跟我说 我觉得最近那个同志 那个同婚公投很不好 然后我还可以跟他说 没有啦 其实是怎么样 他说我可以代表 我可以做一个沟通的力量 我加入 很会讲话 对 可能也是算计过的 没有没有 可是 可是我认同这个观点 就是说 我觉得至少他不是呼隆我 我觉得他就是直接跟你讲说 我其实支持你的做法 但是 我加入 对大家都没有帮助 对 而且他就是真的以一个 政治人物的角度 来看这一切东西 就是 但我很好奇 因为其实我最近 因为跟范琪肥合作的关系 我接触到蛮多国民党 其实我觉得 他的观念啊 然后 不管是教育啊 还是什么逻辑 都非常好的人 但我就觉得 他们这些年轻人在国民党 到底有发挥强财的地方吗 我觉得现在是很难 而且短期内 看不到任何的改善 但是只有一个人是例外 就是 是 晚安 你在说谁 你在说谁 蒋万安吗 蒋万安算年轻人吗 他已经不算年轻人 我以为在国民党算年轻人 算 相对 可是他政治 该怎么讲 他是童星 然后他已经出道很久 对吧 应该说 童星 然后 政治童星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 而且他 他的地位有点不太一样 他就是王子 王子 就是跟庶民是不一样 我觉得 巧星是 算少数有发展机会的 因为他算是马英九敌船 然后 所以其实他不管做什么 他讲什么话 其实都会让人觉得 马英九就像他的替身使者一样 在他的背后 然后帮他助威这样 他讲什么都好像 马英九在后面有传内功给他 所以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有时候 其实他讲话是真的 比较不客气一点 他对很多人的时候 对 因为他是真的有一点点像这样的一个 敌船的一个身份 所以 党内的人也会让他体分 我觉得 因为他有不同的政治的 也是盘算 我觉得我跟你讲 政治是这样 就是说 所有在做政治这个工作的人 他如果今天要把这个工作做好的话 他不可能就是为国为民 只想着这件事情而已 绝对不可能的 他一定会想着怎么样 累积个人的政治能量 爬到更高的地方 绝大多数人 一定都会想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觉得 本身没有什么不好 当你有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会做一些立即的行为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差别在于说 当你在尝试做这些立即行为的过程当中 你还愿不愿意 顾及到公众的利益 如果你还有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不算是一个 太差的政治人物 但如果你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 完全忘记了公众利益 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那你就是个垃圾 就这样 那你的盘算是什么 你没有要再选下一次了 我其实对这件事情已经真的是 我其实都会跟别人这样讲 我个人对于选 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 我没有很大的兴趣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还会再跑出来选 第一个 我绝对不可能再选市议员 因为市议员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 这个过程对我来讲 它已经不再是个挑战 我敢跟你讲 明天就是选举的话 我还是会上 就这样 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觉得 所以这不重要 然后 它不会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改变 它只不过就是有一个议员 继续又连任而已 不会有人产生新的感动 新的一些激励 都不会有任何的好处了 如果我今天还会再出来选 它一定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事情非我做不可 而且我觉得其他人都做不到 然后当我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动力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好吧 因为其实最近的确也有一些 政治组织来问我 探寻我一些各式各样的意见 你要不要去选什么 你要不要去干嘛 我都跟他们讲一样的话 就是说其实我都是拒绝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拒绝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想不出来这件事情 非我不可的理由是什么 你们找我 其实只是觉得我选得上 有这个机会 可是我不会因为我选得上 就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没有任何的价值 对这个社会也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如果有什么真的 你真的能让我感觉到 哇干这个 非我不可 对非我不可 我没有没有感觉到这个 这个是有点难啦 那也要有一点自我感觉良好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 我觉得这个社会上 其实我觉得也越来越多 我不敢说都是我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感觉到 其实最近这几年 是真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觉得自己有机会 是可以参与这个政治 可以造成一些改变 然后有些人甚至于真的做出了 比我还厉害的改变 比如陈伯威 他其实也真的就是 改变了一个地方的生态 但是很多人也评估一件事情 陈伯威会不会有下一次很难说 不是说他能力不好 然后被大家看虽 不是 而是因为什么 你知道吗 以前大家都觉得台中 第二选区 就是他那个大乌龙选区 是没有人可以打赢炎家的 但现在有人打赢了 那接下来下一个产生的效应是什么 就是民进党里面的人 都觉得我也打得赢 大家就出来抢那边了 对 他就不一定能够有那个优势了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大家抢 那结果炎家又伤了 因为其实 我就有听到一个地方的说法 就是说 严伯威有落选之后 他当然就是 因为落选了嘛 那他也就是 跑出去旅游了一阵子 然后接下来到了那个 就休息一下 这也合理 因为反正任期也差不多到结束了 他最后就是数馒头的时间 但是他放完松回来 然后呢 参加完毕业典礼 就是卸任 他就开始跑地方了 哦 他开始认真了 对啊 他没有要放弃的哦 没有人让他放弃哦 那也是不错啦 对吧 至少他愿意生根地方 我不知道 其实我 可是我说的 这是一个政治很好效应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这个地方出现一个优质的人选 那如果你要赢他的话 你只能比他更优质的话 那就可以促成他 做成行为向的改变 对 这是一个正向的 对啊 因为台北市议会 其实就有台北市政府员工跟我说 其实他觉得今年的议员 绝大多数会变得比较用功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今年多了很多新的年轻的市议员 我不是说我而已哦 我说像苗柏牙啊 林颖梦啊 黄玉芬啊 这些年轻的市议员大家都很认真在做这些事情 那不是说老议员不认真 我只是说 有一些可能平常比较应付了事 因为其实有些老议员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像李建昌 我个人就觉得在我心中 他就是一个 像周伟友 他们都是我心中非常敬佩的老前辈 然后也很认真 我听他们讲话 他们也没有什么手把手教我啊 我就是光是在议会上听他们讲话 然后看他们做事 我都觉得可以学习很多 但是也有一些是真的很应付了事的一些面 就是来拿便当的 对 但是我都会感觉到 他们出席率慢慢变高 哦 不是为了想要拿那个全职的奖金 这真的是好事耶 对啊 其实好事 这样很棒啊 那你觉得做YouTuber跟做议员哪一个比较难 我觉得任何一个工作 做Podcast也是一样 当你想要把它做到好的时候都好难哦 对吧 我们觉得我们做蛮开心的啦 对啊 你做哪一个比较开心 开心跟简单是不一样的两个criteria好不好 那你做哪一个比较开心 当然是YouTuber啊 哈哈哈哈 不用被骂 YouTuber也是会被骂 对是被骂 可是我觉得是 他有一个差别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YouTuber 我有很多的任性 可以去死 而且搞不好我可以靠任性赚钱 譬如说我突然之间觉得说 他妈好烦哦 来买一张机票去冰岛 好了也没几万块嘛 对 你冰岛讲好久了 好可怜哦 然后我就飞冰岛 然后去冰岛 然后顺便拍几个vlog 然后又赚了一些广告费回来 好爽哦 可是我现在我不行 我不能做这件事 我只能够就是 一直去开会 一直去开会 战战兢兢 战战兢兢 因为我不希望被任何人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其实我现在代表 不是我自己的颜面而已 而是因为我是 作为一个素人参选 然后如果我今天能够取得大家的信任 觉得大家四年之后觉得说 其实这个素人其实做的也是挺不错的 所以会相信未来的素人吗 对 我觉得台北视频就会开始觉得说 诶以后有新的素人出来 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应该也会不错 但是如果我今天做的很烂 大家就觉得说 原来我当初相信 就跟我当初吓了狗眼 投票给柯文哲一样 然后 喝酒有差 不是 我是说有一些人会这样想 对 对 那有说谁 但是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以前 因为 上一届我其实是 那个 就是他第一次出来选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投给他 我那时候也是信任他 然后我投给他的时候 我在Facebook上有发一篇文 那边现在都还在 还找得到 我那边写一篇文说 我觉得大家现在在看待柯文哲 我觉得就好像是一个 一个中年妇女 然后人生当中 被一堆渣男玩弄 然后抛弃 然后常见人间冷暖 然后这时候你突然间出现了一个 非常憨厚的中年男子 他跟你说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好好的爱你 你已经本来对人性都失去了任何的希望 但是你突然间被他所打动 你心里决定说 我决定投入恋爱的 爱情的烈火当中 再一次让我被烈火焚身吧 然后投生到这个 这个爱情当中 但如果最后 证明他四年之后 还是渣男一只的的话 我们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任何男人 哈哈哈 结果后来我觉得 我觉得我当时真的写的好聪明 哈哈哈 还好还好 还好有留后路 对 还好有留后路 那你刚刚有说你想去冰岛啊 那可是一直没有成型 可是我们又常常看到说很多政治人物也好 里长啊议员啊委员啊 市长这种常常会出国考察 你为什么还没有冰岛出国考察呢 我要去考察什么想 没有啦我跟你讲 可是他们在考察什么想 我也不知道啊 那你也可以去啊 我先讲 我觉得出国考察有它正面的意义 譬如说其实我们要推动市政 但我们觉得某一个地方 比如环保啊绿能啊发展特别好 所以你去现场看一下 然后你就得到很多的这个 哦原来这可以这样搞 我觉得其实是一件有帮助的事情 那的确偶尔我也会遇到一些议员 他可能带回来一些国外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是挺好的 但是我必须坦白说 其实到我当台北市议员一年 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次的考察 其实我们办了好多次 我都没有去 原因是我看了一下行程 我都觉得好像 不在考察 不是很重要 然后没有什么考察那样 如果你今天只是出国旅游的话 其实我说真的老实讲 这你把它当成 这团圆你也不喜欢 对就是这个意思 哈哈哈 要开车也不会跟他们去 对我就想说 我跟这些出去玩干嘛 我好难过哦 我可能 所以我觉得就算了吧 这个好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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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想要问 你对民主的看法是什么 哈?民主 对啊 这好抽象好笼统哦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会开始 现在觉得尤其是台湾在国际间 嗯 国际间的地位 其实越来越受到打击 然后大家就开始考虑到说 民主该怎么做啊 比如说你是不是不应该让太老的人投票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民主它的 你知道吗 民主这东西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你设计越多的规则 就会造成越多的问题 我们应该想的很简单一点 就是民主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相信人民有选择的这个能力 不是权利哦 是能力哦 你知道其实我们 呃今天那个十八十九世纪吧 那时候人文主义开始在法国开始流行的时候 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我们相信所有的人 最后都会做出对自己好的选择 或理智的决定 对理智的决定 但其实不一定嘛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放到一个人 或在特定一个人在特定时间点所做的决定 他有可能会错的 因为毕竟我们有时候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一直受到情感的这个蒙蔽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相信民主制度的人 都相信集体的智慧 有些人会说 人只要一群聚就会变白痴 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是会这样没有错 可是我相信 民主的制度有一个基本的精神 就相信我们设计了这个制度之后 我们会不断的自我修正 就好像它不是一个直线发展的 一个往上发展的一个路线 它比较像是一个走一个螺旋状的楼梯 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上爬 最后我们会修正到一个最好的方向 这是我们对民主的一个信心 我们不相信任何的伟人 我们不相信任何一个伟人 可以帮我们做好所有的决定 然后我们把自己的身家 未来托付到他身上就好 我们相信的是人类集体的智慧 可是你会觉得台湾人 会一直想要找那个伟人 然后把身家托付上去 全世界都是这样吧 但这就是我觉得 懒惰 对 这是一种懒惰 我希望大家 这也是我不断的希望大家尽可能的 不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不要去这样子思考 然后呢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在我自己的个人直播 多次的提过 其实我也是支持废除死刑的 但是我所谓的支持废除死刑的意思 是我认为 其实废除死刑的过程 它是一个社会对话 它就是说 它是你不断的在社会之间 彼此人我们去争论 到底废除死刑好 还是不好的过程当中 我们慢慢的把自己晋升到 一个比较文明的阶段 我们开始相信 杀人 不是一个人应该要有的权利 当我们开始所有这个社会 普遍都有这个共识的时候 我们自然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也会变得增加 我们也不太会想要去乱伤害 路上的随便任何一个人 这并不表示 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会再出现杀人魔 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 永远 举例来讲像北欧好了 之前也曾经出现 应该是挪威吧 他不是有个杀人魔 他一口气就在路上随便乱杀 几十个人 那是一个多么进步和平的社会 所以大家就会拿这个当作反例说 没有啊你看他还是会出现杀人魔 可是实质上来讲 北欧的挪威的这个治安 然后谋杀犯罪 其实就是比很多地方 比巨大多数的地方要低非常的多 而且当发生这么悲惨的案件的时候 他们其实发起一个运动 就是当日受害者的家属 他们一起到这个监狱 然后呢 为这个不幸的事件 包含这个杀人魔一起祈祷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能够 能够获得疗伤 然后而不是大家去仇恨 这件事情 这条路 我觉得还蛮远的 还蛮远的 我觉得这是 这种都会很辛苦 不过就像你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对话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不要 我说支持FACE 不是说我现在说明天 大家就不要再执行死心了 而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支持 这个对话应该不断的进行 你不要去把你反向的阵营的人 譬如说反FACE 其实我觉得没有反FACE 我觉得反FACE 是一种很愚蠢的说法 因为反FACE 你真的好容易被出真 我只能这样说 因为反FACE 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只是不敢把 支持死刑这句话讲出来 所以他说我是反对FACE 没有反对FACE 就是支持死刑 如果你支持死刑 就应该讲出来 你何必说什么反FACE 没有反FACE好不好 就是支持死刑 支持死刑 支持死刑 跟FACE的这两个阵营之间 其实你就是应该要不断的去对话 然后找到大家最后 可以折中的那个点 我觉得是这样 而不是互相把对话当成是白痴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社会上有很不好的风气 我只要看到对立阵营的人 譬如我看到FACE 我就说天啊 你们就是 然后有人犯罪 就说你看 你们是不是要帮他辩护 没有 FACE的没有这么无聊 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那你卸任之后 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除了去冰岛 我其实没有那么想去冰岛 我只是举例 因为他是一个文青很想去的地方 老文青 对 我个人其实是 我坦白讲 我觉得我自己是猜测啦 冰岛一定超级无聊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 他们都会说 好想去冰岛喔 然后问题是 他们回来之后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 我跟想冰岛真的太棒了 大腿没有这种大腿的人 我没遇过任何一个人 有啦有啦 看到什么极光的有啦 那极光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 你知道吗 而且绝大多数人跟我讲说 哇天啊那地方好无聊 然后晚上没有东西吃 很冷 都不能讲啊 因为他花那么多钱去啊 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无聊也不能讲 所以你想去哪 我想去哪喔 或做什么事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 我现在的话 我是蛮想 好好专心的去做DJ这件事情 真的吗 我想要 你现在已经在做啦 可是我没有很厉害 因为没有太多时间练力 对你的音乐可不可以稍微挑一下 可是你的DJ是认真的 是因为我看了你买的牌 有那个转牌吗 你说上个礼拜的吗 对啊 就你的音乐都很老派啊 诶没有 我明明就放很多 是最近五年内音乐 不过我跟你讲 上个礼拜的DJ的那个音乐 是特别的 你只是没听懂它的梗在哪里 哦 它上个礼拜是迷音音乐 对啊都在讲迷音的 全部都是迷音音乐 它本来就像里面有放那个Urobeat Urobeat我根本平常不会听好不好 Urobeat多恶心啊 但是问题是 它就是好笑嘛 而且里面还有放那个 所有的梅啊 在剪那个Vlog影片 都会用的那个面板权音乐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OK 因为我常常在我太太的 你在IQ上面听到 反正那就是一个 好玩而做出来的一个主曲 好不好 这不是重点啊 误解了 但是 居然有人质疑我的音乐品位 他生气了 很多人质疑吧 不是只有我吧 绝对不是 而且你在那边 嗯嗯嗯嗯 在那边听你的音乐 在那边摇摆 我就觉得 你还好吗呗 你在干嘛 我跟你讲 我前一阵子 我前一阵子才在跟我的同事聊天 就说 诶我不懂 为什么大家老是嫌我跳舞的姿势很好笑 说什么老人摇 然后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自己明明觉得我的动作 就是我想象中跳舞 应该要有的动作 到底错在哪里 然后我那同事就说 来我跟你讲 因为他们说 因为你都会掉 你都会比别人 你就会比你的 你点头或是摇摆的那个姿势 就是都不在拍子上 对不在拍子上 我那时候刚才有说 那可能是因为直播的时候 那个影音没有同步 然后 他就说我跟你讲 我有个证据 他就立刻拿出一个他的手机 他说你知道 你请捷律参加一个演唱会的时候 我就在台下 我就看到你在 你在摇头 摇头晃脑 然后是我用手机现场直接拍下来 所以绝对没有影音不同步的问题 然后你自己看 然后我一看 诶真的 都是人家鼓敲下去的那一瞬间 我才跟着这样 没有一个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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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的问题就是 你的拍子从来都不是对的 那你DJ有去上课吗 还是你都自学 呃我有去请家教老师 哦 对有请 那你想要mix出哪一个类型的 还是你还在摸索中 还在摸索中啦 还在玩还在玩 而且其实所谓的DJ 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 那我觉得其实 对啊 譬如说你要做beat吗 还是你要怎么样 对那这个我还没有特别的决定 但我心里是有想过就是 因为我有一个 好 这个是讲起来是个人的一个幻想 嗯 就是 我个人很喜欢音乐 然后因为我自己的直播节目 其实常常会有一些音乐方面的合作 其实很多音乐人 像颜色 颜色我已经快要集满 就是整个所有颜色艺人的 这个这个大全集 所有人都都来了 然后我就插蛋保了 蛋保已经也在敲了这样 然后 呃 因为像这种 很多音乐跟音乐合作 像我很喜欢九人八八 然后九人八八曾经有一次MV 有找我合作 就说哎我来 我们一起合作一支拍这MV好不好 但在那支MV里面 我基本上就是一个 帮他增加流量的一个 工具人 工具人 就是在旁边摇头晃脑 而且还不在电上 哈哈哈 然后同一时间他有拍另外一支MV 嗯 然后他是跟另外一个音乐人合作 嗯 然后也是一起拍的MV 哦跟马念仙啦 但很明显的 他就不是只是在那边摇头晃脑 他们是真的一起合作一首歌 然后我那时候当下 因为那两个MV是一前一后推出的 我那时候看着的时候 我内心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嫉妒 就是说 那种嫉妒感就来自于说 我好喜欢九人八八 可是九人八八 只把我当成是一个 摇头晃脑的工具人 可是他跟马念仙的合作 才是真正的合作 所以所谓的合作 他们两个合作成绩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他们是创作上的合作 我这种心里就突然 有一种强烈的动机 是说我希望有一天 他会来找我 说我想跟你合作 但是不是叫我去当 摇头晃脑的工具人 而是说 你看我们可以一起在音乐上 来feature 哈哈哈 我们可以来jam一下 或者是 哈哈 jam一下 好啦 那加油 希望你可以 早日达成 真的 或者是哪一天 你现在的阶段 就只能来百灵果 跟我们jam一下 哈哈哈 我们很喜欢 谢谢你 谢谢瓜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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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